這次的土地童話案 說上達天廳 到了總統府去了 府院一路下來 府院一條龍服務 廖峻松陳情 府院通通動起來 我一直在想 他為什麼會去陳情 我舉例來講 我當議員當立委的時候 來跟我講說 你幫我講這個人事 寫一個推文 我說我管你 人事我哪會管 我們都講好了 我們講好了 這是要民意代表一封信 首場比較好辦 你是一個 你知道意思嗎 他們假如有好處 都已經講好了 甚至還有一次 我當議員 在某個區域抓到賭場 後來那個議員就跟我講說 同學去的議員 我昨晚都沒睡覺 我是幹嘛 叫賭場去保人 我什麼意思叫賭場保人 被警察抓到了 桌上的比如幾百萬 警察通通拿走了 他說五萬 他有一個限額 幾百萬叫賭博 幾百萬叫娛樂 找個議員來保你 然後就找 那議員只好去 就保了 知道這意思嗎 就很多時候是 實質 有實質影響的公務員 好處拿到了以後 找一個民意代表出來 你們這些民意代表要小心 你去幫我做個人情 都是這樣子 你還以為是你辦成的 人家早就講好了 所以我只是想說 他很厲害 他為什麼一路陳情 有沒有可能 桃園政府就告訴他 這個案子有點疾重 你去陳情 上面交下來我們就好辦 所以一路交下來 所以你看 交下來以後 行政院秘書長喊對不對 鄭市長軍艦副本 這是誰寫的 這是誰 是卓榮泰嗎 不知道 到底是誰 就是換句話說 他陳情 沒有 是廖俊松寫的 廖俊松寫的 坦白就是說 讓你鄭市長知道說 有這回事 但他中間知不知道 我不相信他不知道 去陳情我不知道 一路下流我不知道 所以像這種 包括連陳情 我都覺得有時候 包括你們開什麼 什麼協調會什麼 很多時候也是這樣子 都講好了 我們開個協調會 然後民意代表大家背書 大家共同負擔責任 就是這樣子幹 所以老公務員 厲害公務員 要幫你成功 要讓你失敗 他辦法很多的 所以變成說這是官場現行記 另外這個 所以這個案子 不是只是鄭文燦 所以已經燒向府院 特別是總統府在總統府 總統府用監 裡面特別提到說 總統自為重視 那你發下去 府院部會 總統很重視 你們要不要重視 對不對 總統府說 我們這一般陳情都這樣 我才不相信 你們去陳情看看 對不對 秘書長會親自給你 用印還回函 他會跟你講總統很重視 沒有 最多只知道 謝謝你來函 我們已經 我們已經什麼 怎麼去研究處理 老不只這樣子 總統非常重視 你舉例子給我聽 你們總統每個 給陳情人 我知道每天都總統 我的錢還非常多的 有的根本就 根本不理了 有的就草草回覆了 像這種總統非常重視 有幾個 我們看一下 提出這個專案小組 多少民進黨的立委 已經在那邊色色發抖 率先宣布成立 專案小組 桃園市議員林陶 喊話要查 前桃園市長鄭文燦 市府任內土地案 因為傳出 除了華雅科技園區擴大案 還有更多未爆彈 八德重化區 八德的草農地 及桃園區小塊溪 揚言要把所有案件 攤在陽光下 但這一查 傳出牽連的恐怕 不只燦系明代 市府內局處公務員 也可能涉案 甚至被檢調約談 在我現在的任內 我們下面的公務人員 應該都是封公守法 沒有問題 但據了解 公武擴大案 在地方討論已久 土地開發公司 向桃市府申請自辦重劃 直到鄭文燦任內 才有明顯進程 不過市府 雖然合可 土地變更 送進內政部 卻未過關 甚至傳出內政部 根本沒送審 包括專案小組的時候 都要求地方政府 需要再提供明確的資料 或是提供真正的 公益性必要性 但是因為都沒有在補送 所以是上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同意 也沒有共識 還有玉璇 我們看到鄭文燦 進去了又出來了 進去了又出來了 所以大家剛剛前面都在討論 大家很關心的是 他有沒有辦法 又在短時間之內 又籌出很多錢 現在大家看到新聞 家常便飯 閒話家談的時候 都在討論 這個已經算是 有點像八卦劇了 所以 其實對於鄭文燦來說 他已經社會性死亡了 我認為說 在司法檢調這邊 他可能還有攻防 但就在這個願檢鬥爭 或者是政治鬥爭的攻防之下 他已經在來來回回的過程當中 他的實質影響力 在這一次裡面 的確確被削減了非常多 社會影響力也被削減了非常多 但是我們要特別講 在第二次桃園地院放走 鄭文燦的時候 他所用的理由 其實對於一般職業的律師來說 都是嘆為官職 昨天我在跟一個職業律師討論 我說你們平常地方上 你在幫那個辯護人 在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 真的會被放走嗎 他說不是喔 他有時候當事人幫他們辯護 他就跟這個法官說 其他的共犯都已經壓起來 他要跟誰串陣啊 法官通常都會跟這個律師說 我怎麼知道他有沒有其他共犯 其他共犯是對於這個法官在裁決的時候 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那很顯然呢 就是在這件事情上面 昨天又爆出了有總統府的變姦 有行政院的變姦 那所以共犯 是不是不只有現在被壓起來的人 所以這裡面疑點重重 提到了誰 提到了吳釗燮 提到了現在的院長卓榮泰 那這些是不是應該一一的 逐一的查清楚 後面他們會不會有串陣的嫌疑 這的確會是在這一次的院檢攻防當中 很重要的一點 那我們繼續要來講到 就是說 他背後所涉及到的這些政治的利益之深 這不是我們一般人老百姓想看到的 我們也期待 司法不要在這種院檢鬥爭 政治鬥爭裡面 變得讓人家沒有辦法去信任他 到底這是一個宮廷劇 是一個內鬥劇 還是真正涉及到跟開發跟利益有關係的 我想還是要給社會大眾一個 很清楚的一個交代 很多案子 當然你可以跟其他的被告比 比如他有的送錢的押起來的 收錢的沒押 你跟其他案子比 屏東縣那個議長周典論 押到現在 押到現在 我剛剛看到消息說 周典論 今天中午證人結問庭開完 先還押 法官說這兩三天會開合議庭 決定是不是能交保 8月27日一審宣判 8月27日已經要一審宣判了 他還押成立嗎 他跟誰參戰 法院都已經宣告 8月27日宣判了 他還押在那裡 這些人就可以放出來 這是什麼道理 法院不被信任 檢調不被信任 其實由來已久了 我要這麼說就是 鄭文燦確實在政治審判當中 他未來政治前途應該就結束了 但土地開發是唯一的一個問題嗎 第一個我想講的就是 總統府的便監寫說 自為重要 我請問在各位 如果家裡面有長輩 百年之後的 跟總統府要一個中堂白色的 或者是有婚紗喜慶 你看你要的到要不到 總統府第幾局發了 你都不會知道 你根本要不到 不可能每一個都是如此 因為我要過太多次了 所以我有經驗 我知道要寫自為重要 幾乎是不可能的 那是特殊東的特殊 所以除了總統府未來的將來 就是對人民的陳情 一律都是自為重要 自為關注 那我們都沒話講 否則他是例外 有特例一定有貓膩 第二個就是 相關的情治單位跟檢查單位 是不是早就盯到鄭文燦了 我退休的朋友 在檢查單身高層 曾經告訴我說 台北車站的對面那一家飯店 以前叫希爾頓 現在改名叫凱薩 他們不在拉來希爾頓 因為人太多了 凱薩經常是些廠商 包括台鐵 不是高鐵 是台鐵的智慧軌道 跟他的車廂 那個錢也是幾十億 幾十億這樣買 他曾經多次看到文燦雄在裡面 是不是有談 我不知道 也碰到立法院的高層 名字我孤隱其名 反正如果查的話 就槓上開 我的意思是如果他這件土地的事情 那就是單一的 對鄭文燦宣告他政治上的宣判 未來是不是有對價的關係 另當的別論 第二個就是如果槓上開的話 那就真的辦真的了 因為文燦雄所涉及到問題 不是只有土地而已 第三就是剛剛提到實質影響力 阿扁在2010年的時候 當時龍潭購地案 第一次使用實質影響力 替代所謂的法定職權 所以阿扁後來被判刑 實質影響力確實是存在的 你如果用交保經驗看意義不大 各位知道前一陣子 現在有一個叫諸國榮 國保集團的 他的交保經驗五億 他身上帶了幾百億 他五億他就不要了 所以對他們說九人一毛 九人一毛 另外一點我想提的就是 對於這種舉證責任 未來在立法院我提醒了 要肅貪這件事情 只要有權力都有機會 我們現在都是要求說 簡訊道具提出這種證據 新加坡跟香港的ICSC 不是這樣做 他們的作價舉證責任倒置 這個小林是專家 新加坡的貪汙防治法 它在第八條規定 如果公務員或者是政府官 被抓到有貪汙的話 你的財產不明 你要負責 你要說明 不是檢查檢查檢查明 是你要說明財產從哪裡來 舉證責任倒置 因為各位知道在法律上 有所謂的舉證之所在 敗訴之所在 所以當然是你涉及到貪汙的 你權力這麼大 你要負責說明錢從哪裡來 所以我們現在幾乎貪汙的問題 都是要檢察官直接收集 檢察官收集很不容易 尤其說貪汙如果搞成事情 誰都不講 你怎麼抓 如果是集團 送的也不講 收的也不講 對 所以舉證責任倒置這個 其實新加坡已經做了 從1960年代就開始 我們輸了太多了 加把勁 加油一下 來 問委 是 剛剛江老師講到 有關於舉證責任轉換的 或是叫舉證責任導致 這個其實都是在針對一些 重要的案子 其實對於政府機關來講 他其實很難去舉出重要的證據 那就檢調單位其實也是一樣 所以在整個法規設計上面來說的話 將這個舉證責任由行為人 自己你要去證明 我沒有貪汙 我沒有收賄 我覺得這個是合理的 所以也難怪人家 這個國家他們的貪汙的官員 相對來講就少很多 那麼就這個案子來講的話 其實鄭文燦 其實他也應該要提出了 如果他自己認為說 他沒有收賄 或是事情不是這樣的話 他自己也要負這個舉證責任 這個當然我相信這個檢察官 他其實對這個案子 已經也盯很久了 據說好像有兩三年以上 手頭上一定是掌握了很有力的證據 就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我是對桃園地檢是有信心 希望他們可以好好的辦這個案子 不過這點我有點矛盾 對那個檢察官陳嘉義 我也表示佩服感 但是我一直在想說 這個案子搞很久了 選前為什麼不提出來 選前提出來不得了 那就大政旱旱了 有沒有可能 你要檢察一提 檢察官不可能什麼事 往上面報告 一定要報告的 尤其最好人我要去幹嘛 會不會說 要報告上面就是說 好了 我也不能阻擋你 但是你那個時間 時間看一看 這個時候選舉多敏感的時候 選後再說好不好選後 有沒有這種可能 我認為相當有種可能 休息一下子要回來 好吧 質疑打擊政敵陽岸七年 柯文哲說 公斗劇演到賴清德跟鄭文燦 現在演到 那將來會不會演到柯文哲 現在有人在講 這樣只有你囉 下一個外界點名 你是下一個目標 柯文哲說 我沒有做什麼壞事 我要怕什麼 對我疑問 就把全部公文調出來 上網公開 看哪裡有疑問再來講 真的要整你 不是這樣整的 把公文調出來 鄭文燦是民進黨派系鬥爭嗎 林佳龍說 法治國家一切要複合程序 賴清德說一桃殺三世 誰是下一個鄭文燦 郭政壤說 這一群人涉事的法律 這一群人是誰 就是當時在四年以前 鄭文燦跟蔡英文在爭 那個時候因為蔡英文民調很低 鄭文燦覺得我有機會 彼可取為代之 所以翔選總統 後來不是有個週刊 就登出鄭文燦去看什麼 八個跟他友好的立委有沒有 所以那八個立委 現在都是報恩的對象 賴清德是有恩報恩有仇報仇 但是當年對賴清德反撲的立委 他們自己心知肚明 都知道是誰 小心一個一個找你們報仇 好吧 另外監聽議員怎麼會洩漏 當時他們就是他們有監聽廖董 可能也監聽了鄭文燦 監聽我就發覺 有一個人什麼提的黑色袋子 送到鄭文燦家放在桌子底下 那個人出來還打電話給太太說 我已經送到了 我放在桌子底下 然後他們也看到說 那個人帶了一個黑色體帶進來 黑色體帶就沒有了 像這種時候 這種事情他有監聽 監聽就要寫下來 怎麼因為說監聽議員洩漏 鄭文燦趕快把錢還了 這是我借的 還了 我當時也不知道是什麼 等等等等 所以為什麼會洩漏 當然是誰洩漏的 法務部好像說要查 鄭文燦收費案 現在有人在聽 隔牆有耳 所以監聽地主知道了 所以鄭文燦也知道了 現在桃檢份案 要查說到底怎麼知道 當時是怎麼回事 我們看一下 郭聰老師 民眾黨歡慶五週年 標題按下F5 讓台灣更新 地點就選在高雄市 似乎也為2026選舉 跨越濁水溪先暖身 去年就台中 去年到高雄 所以以後就會 將來我們黨慶 就會在台灣各個主要城市去辦 所以這個 本來就預定的事 民眾黨一切按計畫走 但民進黨不在計畫內的 鄭文燦涉探案 卻讓柯文哲直呼 好奇怪 我會想請那個四阿哥跟八阿哥 你知道 還有那個習近平跟薄熙來人 說你們七年前 就已經在監聽了 你知道嗎 還有跟蹤拍照 什麼一大堆的 怎麼七年後才辦 這實在是太奇怪了 這個是典型的 是仰案 柯文哲用公鬥劇來比喻 但就怕這除夕 還有第二季 前台灣市場鄭文燦 社團風暴還沒落幕 現在媒體人還有前立委 紛紛點迷民眾黨要小心了 甚至黨主席柯文哲 可能是下個政壇大整肅對象 自己有個人 我常常想說 我沒有做什麼壞事我怕什麼 我每次都說公開透明 把有關我的 如果對我有疑問的 把那些公文全部都調出來 提到同派系的前海基會 董事長鄭文燦涉灘爭爭議 以及前立委陳廷飛 從政國會除名林佳龍 閉口不提 我想是法治的國家 一切都要符合這個程序 宏偉 其實這一出 其實很多人都看到 不只是說這個司法案件 跟這個貪污案件的本身 而是民進黨的內鬥 完全的檯面化 剛才柯文哲說 他喜歡看溝鬥劇 這好像是四阿哥跟八阿哥 鬥爭的翻版 所以現在也有人講說 賴雍正 賴雍正 去整肅那八阿哥 八阿哥你平常結交這麼多的大臣 然後生育震榮 這怎麼容功高震主 這件事情 到底有沒有政治的色彩在裡面 其實非常明顯 因為剛才也提他很多 這個案件是七年前的案件 而且他很特別 他有兩次的被牽結 而且大家講說 那個所謂的證據 在兩次牽結之前 那個我們大家講的就是說 包括他的那個監聽藝文 就是說有這個企業主 說要送錢到這個官邸去 這個監聽藝文 那時候也已經掌握 包含拍照 就是他真的有拿一個 沉甸甸的東西 進入官邸 這些證物在牽結之間 通通都有 一般我們來講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證據 已經這麼明確了 這種物證這麼明確 這麼簡單的就被牽結 很奇怪 所以王建律才會被質疑說 你怎麼就會把它牽結掉了呢 好那牽結 那你以為沒事了嗎 可是他卻在去年的時候 重啟調查 去年就是大選年 那為什麼檢察官在這個時候 重啟調查 可是事實上他保密也保到家了 我們都沒有人知道 甚至在上個星期五 在上個星期五 他事實上早上 就已經傳鄭文燦 一直沒有人知道 一直到了 就是深夜的時候 就是在星期六的清晨 他深壓 才有一個我們講黨媒 《鏡週刊》 這個大概就是 有特殊的管道媒體 放出去的消息 獨家消息披露說 鄭文燦被深壓 哇那時候整個台灣的政黨 簡直是大地震 怎麼可能發生這個事情 所以你說這整個的事情下來 沒有任何的政治的鬥爭嗎 這真的不要騙大家了 那當然現在講說 下一個是誰 那我現在聽說 其實有包含在野黨 也有人在害怕 說你下一步 你是要怎麼樣整肅在野黨 你看你整自己人都整成這個樣子 你在野黨你會手軟嗎 那包含民進黨的自己人 聽說有一些派系 都已經在密集的開會了 他們可能要搞清楚 到底經上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信賴保平安 過去我沒有這個支持你 過去我站在鄭文燦這邊 那現在我是不是信賴就可以 得永生可以保平安 所以你可以看到民進黨 這一陣子應該會出現 他的整個這種派系政治版圖 一些微妙的變化 那下一個是誰呢 我直接大膽的預測 如果陳庭妃要繼續的 執意選泰南市長的話 搞不好下一個就是陳庭妃了 現在這個態勢非常明顯 我剛才還在問說 民進黨這次好奇怪 就是到底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他們才會停權 那對於鄭文燦這個案子是 只要你被收押你就停權 被收押就停權 所以對鄭文燦來講的話 這個不僅僅只是一個司法保衛戰 還有一個如果他被停權的話 對不起2026 2028 鄭文燦拜拜 你連翻身的機會都沒有了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對於民進黨來說 我覺得某一個也是預言 未來的整個包含2026 2028 縣市長的提名權也好 或者總統的提名權也好 趁這一次立威要確保 通通掌握在賴清德的手上 那宇軒 下一個會不會是柯文澤 我們的確在我們的 這個瑜琴成會裡面 有跟主席說 現在這個所謂很多的政論媒體 都在討論 給鄭文燦升至大禮 那下一個生日的就是你 你8月6號生日 會不會下一個6號生日的時候 你就收到了一個這樣的大禮 他其實平常也很少在過生日 那他聽到這個反應 他跟大家一樣都是笑了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他其實是還滿輕鬆的看待 這個大家的這些揣測 那回過頭來回到說 他所謂的這個三大案 會不會被上升到這種 好像追殺 政治攻擊 其實我們最怕的是 他的確我們坦蕩蕩 我們一波一波的澄清下來 的確檢視了非常多 公檢視 而且我們坦蕩蕩 公開透明 那所以行得正坐的端的狀態之下 柯文哲他說 我沒有什麼好被查的 但問題現在就是怕說 如果人家要羅之入罪的話 那你該怎麼澄清 這是我們現在比較擔心的一件事 所以回過頭來去談 他說他常看這個歷史劇 他一開始還有點口誤 是歷史劇 歷史劇裡面有非常多 這些鬥來鬥去的畫面 那從習近平到薄熙來 然後再講到賴清德到鄭文燦 為什麼會有這樣想 的確就剛剛大家一直在提到 七年前的案子 結果七年後你才重啟調查 那過程當中 還有監聽一文外洩的狀況 你鄭文燦的這個神通廣大 能夠有辦法 讓你從收錢的人 變成借錢的人 趕快來還有 連借條都有了 趕快來這些勾竄 然後製造一些新的市政 來治政級沒有罪 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才是大家最為關心的 就為什麼這七年多來 都沒有動作 還牽結 然後現在重啟調查 時間點就這麼剛好 這麼敏感 難怪會被聯想成歷史劇 我也是滿喜歡追劇的 像我很喜歡後宮甄嬛傳 有沒有剛剛大家在講說 賴清德變雍正 我想說還把八爺關到中仁府 三阿哥去幫他求情 你這幫隱世說話 你去當他兒子好了 我就想看到 覺得說大家實在有點想太多了 就是現實世界跟這個劇 還是不一樣 因為大家很簡單想 如果現在大家覺得說 這是一個主動發起的政治鬥爭 可是你想賴清德 現在是第一任總統 他會不會想做第一個人 一定想 賴清德現在是多數執政 還是少數執政 是少數執政 鄭文燦被調查 被深壓 甚至未來搞不好 這件事情對民進黨整體的形象 是加分還是減分 當然是減分 所以甚至包含 我想最近可能 我們自己政黨的民調 可能都會因此受到影響 畢竟涉入一個爭議的案件 所以剛剛還講到說 會不會鄭文燦逃亡 其實大家也都知道不可能 如果真的有發生這種事情 他涉入案件 然後有問題 他逃亡 民進黨不要說下次 不要說26年28 甚至在後面幾次選舉 還有可能選嗎 要怎麼選 所以對民進黨來說 我們不可能有這種事情是 就是自己給自己想要捅一個洞 因為我就是把你鬥掉 鬥很爽 然後說最後所有人抱著一起死 不會這個樣子 所以大家很直觀的想要知道說 這不會是一個來自 好像黨內有什麼政治力在運作 這樣的政治鬥爭 因為這實在是不符合 所有人的期望的局面 第二個事情是說 我覺得說下一步要整肅柯文哲 可能這也是有想太多了 因為包含台北市議會 現在在調查小組調查 柯文哲這幾大案 其實藍綠議員都有參與 包含出來講金華城的是 國民黨的前市長郝龍斌 在這過程中 在議會接包很多集的是 國民黨的郵淑會議員 所以其實我想這個跟 是不是後面有政治運作 是不是要鬥爭整肅 其實都是毫無關係的 好吧 鄭文山這個案子 到底是純粹司法案 還是政治鬥爭案 還是政治藉著司法來鬥爭 休息一下再回來 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